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Matthew 如果大家上次有看我用PowerPoint 來將我的圖片退地的影片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其實反應都頗熱烈的 所以我今天又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工具 我都經常用的 所以其實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這個小工具就是把圖片壓縮 用來用 我經常都需要用的 因為無論放上Facebook或網頁 這些圖片我都不想放得太大 最理想可能是百多KB 但一幅相片又怎會是百多KB呢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去到Google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只需要在個 畫面上的畫面 在這個畫面上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它叫做 Drag and Drop and Select an Image 如果大家記得 我上次在PowerPoint去底的影片 就有一個叫做 Tower Bridge 這個Tower Bridge 原本就是885KB 那我現在就會把這個Tower Bridge 就會一下子扯到Squatch那裡 當我扯到Squatch那裡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即時有一個叫做75個Quality 那我就已經叫做383KB 的Size 58% Small 那當我去再狠一點這樣 按下去這裡 那剩下30%Quality的時候 那其實呢 我就剩下152KB 那現在這個處境呢 我只需要按一個下載 它就會下載到我部電腦 那當我下載到我部電腦的時候呢 那當我下載到我部電腦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就可以呢 一下就 double click 出來呢 就已經看到 這個Tower Bridge 壓縮完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那我現在又滑鼠鍵啦 跟著呢 我就看一下這個File Info 那這個File Info呢 其實呢 它的Dimension呢 1920x21276呢 是沒有小到的 不過 它的File Size呢 就148KB 就小了很多了 那其實呢 就真的很方便 我經常拿來用的 那這個的工具呢 我就覺得呢 很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那有機會呢 我再和大家呢 分享其他的小工具啦 那今天呢 就到此為止啦 拜拜